开局就是摆摊卖窝窝头 日子过得太难了 有人摔倒了 还是助人为乐把他扶起来 没想到居然是富婆 为了回报我 居然说我为副总裁 还送了以前窝窝头起见店 赶紧再找一个秘书 老板来赚钱了 富婆居然吃醋 把送我的东西又收了回来 这时候 这时候秘书竟然对我不离不弃 太感动了 听秘书的话贷款一百万创业 没想到秘书竟然是江湖骗子 把我的贷款都给骗下来 现在山无分文 只能卖菠菜